把那个前面的那个部分 就是单次把它转成批次 里面包含就是批次的新增 批次新增跟批次删除 然后再增加一些有关那个 Application相关物件的使用方式 那再来最后有个Player Bar的一些相关应用 那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那个 比如说我觉得比较重要 像那个从网络下载一些网络资料 但是难度会比较高一些 如果回去各位有时间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在网络上 其他补充范例吧 云草板板里面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然后我有放这个其他补充范例 比如说像那个进阶里面 有一个部分是什么 下载网络资料相关的 那因为从网络下载资料有分成就是说 静态的可能本来资料就没什么问题的 那你要下载就很简单 像我们可以看到像什么 当日行情 这个指的是 就是从Yahoo的股市里面 它有这么多类股 那它有相关的网址 我通过它下载的话 直接从这个网址接着 按下下载 它就会怎么样 自己去帮我把那个 针对这个网址 自动去网络上 帮我抓下来之后 比如说水泥个股 水泥的那个部分 然后建一个水泥的 OK 然后一直 其他水泥 这个是现在即时的 从网络上 这个是从Yahoo的股市直接就抓下来的 那这个比较简单一些些 但是如果说你会遇到比较复杂的 像之前有同学问到就是像这个 观测站的资料这个范例 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程式码里面 你可以点开来 里面比如说像这个范例 因为它会遇到一个问题 像Yahoo股市有一个网址 里面的资料里面有个表格 把表格抓下来 但是这个比较特殊一点是说台北市 全省它都有观测站 那像第一个是台北市 你必须点击台北市之后就会安部 那如果你要下一个就是台北市 你会发现下面有没有变更 点下去下面变更 那如果你要抓下一个 新北市淡水 有没有 板桥淡水 那如果你要抓里面的资料 你必须怎么 先控制这边 然后呢 一个一个一个的抓 它以前怎么抓 它就把这个第一个 把它Ctrl C Ctrl V 但是它要变成横的 所以要转置 转成横的 一个做好之后换下一个 一样再把它复制 Ctrl V 再贴上转置 第二笔 第三笔 然后你想说 全台湾 那要花多少时间 至少 我想一个小时 应该不见得做得完 那每天都要做 后来的话 它有问我说 这要怎么办 其实呢 后来 我会把这个范例里面的 程式 放在这边 那怎么做 而且回去你们可以想想看 主要是根据里面的程式码 你要去找到它相关的 对应的程式码 这背后都有程式码 HTML 然后呢 里面你要分析一下 我把分析的结果 这边有一个 你可以看一下 刚刚的叙述 因为程式就写在这里 所以如果说你想回去 然后了解一下 怎么抓 其实非常简单 把这个范例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再来怎么样呢 把它打开来 那怎么walk 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这边我已经有邦规 已经写好了 就是做了两个按钮 不过这两个按钮 现在按没效 你必须怎么样 在VBA里面 增加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再把我们放在上面的sub 一个sub 两个sub 这两个sub 对应的就是那两个按钮 把它贴上 好 程式写完了 你想说能不能walk 我们试一下 按一下这个按钮 刚刚讲的那个逻辑 它就会 你看现在台北市安部 一笔资料 两笔资料 有没有看到 刚刚做的事情 全部呢 程式就全部跑了 那刚刚那个东西 比较麻烦的 就是说 如果你的资料是静态的 它可以一格慢慢抓 但是它不是 它必须要卷动一下 下拉清单之后 才能混下一笔 那这个地方 我会用一个叫IE的物件 就是把IE浏览器 外挂到VBA里面 让我们可以去控制IE浏览器 那也就是说 把资料放在IE浏览器里面 那我就可以去 改变它里面的资料 再去抓到改变之后的结果 放到哪里 出存格里面 所以回去有时间的话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里面到底写什么 其实没有很复杂 就这些而已 有没有 第一个就是 把IE浏览器宣告进来 这个是网址 然后setIE set指的是 就是把IE用Create Adject 把它放进来 外挂到VBA里面 所以VBA可以控制IE的 那我们给它一个网址 让它怎么样 去跑到那个浏览器 再把资料全部放过来 那这边有个位置 有没有看到 刚刚才讲过 为了5秒钟 为什么要为了5秒 因为浏览器要载入网页 有的时候不见得马上 所以我可以让它等一下下 等个5秒钟 好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去往下抓 那因为我知道 总共有22个线市 所以我就一个一个慢慢去抓 底下都有去 都有做一些处解 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因为这个真的不太好懂 而且很花时间 这个全部都我自己写的程式 里面大家做什么 回去有时间可以自己再慢慢看 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这部分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从网络下载这个资料 到VBA里面 其实非常有难度 那坊间这方面书籍 非常的少 那主要这些都是平常的食物经验 都累积下来的 所以 那不可能讲得很深 因为我们时间没有很多 所以我可能会举一些例子 让大家了解一下 怎么样从网络上抓资料 那时间差不多 今天我们